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滴精,十滴血? 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有些骇人听闻,不就是性生活吗? 真的会好损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这句话来源于道家养生的经典理论, 而这背后的深意蕴藏在皇帝内经对精其神的详细阐释中。 今天,我们将结合皇帝内经中的道理, 深入探讨节育养神的智慧,带你领略为什么控制欲望, 保养精气能让我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第一部分,皇帝内经中的三宝,精、气、神的关系。 皇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 也是道家养生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提出了人体的三宝,精、气、神, 认为这三者是维系生命的根本, 任何一者的耗损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寿命。 经,在《皇帝内经》中说到, 经是被看作生命的根本物质。 苏问《上古天真论》提到, 夫经者,身知本也。 意思是经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物质, 生命的存续依赖于经的储备。 而《先天之经》是由父母遗传而来, 是构成生命的基础。 《后天之经》则来自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经一旦消耗过度, 人就容易衰老甚至死亡。 气,气是精索化生的, 是人体运转的动力。 精化为气,气冲则身减。 气不仅维持着我们每天的活动能力, 还调动着身体各个系统的运行。 气得充足与否, 决定了我们身体是否健康强壮。 神,神是生命的最高层次, 代表着人的精神和意识。 《皇帝内经》指出,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意思是, 精神充足的人会健康长寿, 而精神为你, 则预示着生命即将衰亡。 因此,精、气、神三者的关系是, 精生气、气生神、 精、气、神三者互相依赖, 相辅相成。 如果精好损过多, 气就会变得衰弱, 进而影响精神状态的稳定。 《皇帝内经》强调, 养生要注重顾精、养气、守神、 精气神平衡才能维持长寿。 第二部分, 以地经是滴血, 《皇帝内经》对精气损耗的警示。 《皇帝内经》有一段经典话语, 精者生之本也, 故藏于肾。 身为人体藏经之所, 主宰着我们的生殖功能和生命力的延续。 经是生命最根本的能量, 它的储存和消耗, 直接关系到健康与寿命。 道家常说, 一滴精, 十滴血。 这一说法, 下好印证了, 《皇帝内经》对精气耗损的深刻理解。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每次射精, 精液中不仅包含精子, 还包含蛋白质, 质类, 矿物质和各种微量元素。 这些物质对维持生理功能和身体健康起着关键作用。 男性每次射精, 体内要耗费相当多的能量来生产这些精液。 而这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消耗, 更是精气的巨大流失。 《皇帝内经》特别强调, 过度的性生活会导致精气大量流失。 书中提到, 精脱者, 耳鸣, 气脱者, 木鸣。 意思是说, 精气一旦过度耗损, 身体就会出现耳鸣, 木炫等不是症状, 严重地甚至会危及生命。 这种损耗不仅仅是在生理层面, 更是对身体根本能量的透支。 特别是在苏问《上古天真论》里提到, 虚邪贼风, 避之有识, 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强调, 要通过内心的平和, 节之欲望, 来保养精气和精神。 纵于过度, 便会像漏水的容器一样, 精气逐渐消耗殆尽, 而无以为继。 第三部分, 节欲养神的核心, 皇帝内经的养生之道。 那么, 如何保养精气, 避免过度消耗呢? 皇帝内经,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养生智慧, 特别是在节欲养神方面, 道家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实践方法, 依依节欲的重要性。 皇帝内经指出, 男子以精为主, 女子以血为本。 对男性来说, 精的消耗过度, 会导致生命力的衰竭。 而在性生活方面, 过度的纵欲, 是精气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保持精气充盈, 皇帝内经强调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即人与天地之间的阴阳平衡密切相关, 人的行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 不能过度。 道家名医孙思苗在其著作中指出, 男性的性生活频率应当因年龄而已, 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每四天一次, 三十岁左右的男性应该每八天一次, 四十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十六天一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 性生活的频率应逐渐减少。 这些建议并非为了禁欲, 而是为了保持精气充足, 防止精气亏损过快导致健康问题。 精气亏损不仅会导致体力衰竭, 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如气虚、神皮、精力不济等症状。 二、如何通过节育养神? 节育养神不仅是控制性生活的频率, 更是要通过一系列方法来提升身体的精气神, 促进整体健康。 道家提出了很多方法, 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调理身心, 保持精气神的平衡。 调息吐纳, 皇帝内经提到, 调息有助于保持精气不外泄, 通过有节奏的呼吸方法, 如吐纳, 可以帮助身体排着纳心, 增强体内的气血流通。 每天早晚进行五至十分钟的吐纳练习, 能够促进气的运转, 使精气充足。 呼气时, 想象浊气随着呼吸排出体外, 吸气时将新鲜的空气与能量吸入体内, 沉入丹田。 静坐冥想, 道家强调精神内守, 通过冥想静坐, 将精神凝聚在体内, 减少精神的外散。 皇帝内经指出, 甜淡虚无,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静坐冥想, 可以帮助减少精神上的好损, 保持神清气爽, 减少精气无畏的外泄。 每天抽出十五至二十分钟, 进行静坐冥想, 可以有效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 炼精化器, 在道家修炼中, 炼精化器是提升精气的重要方法之一。 古人常说, 精生水, 水生海。 意思是, 精气充足, 能够促进骨髓的生长, 而骨髓则是生命能量的储存之地。 通过呼吸和意念引导, 促使精气化为元气, 充盈全身。 可以尝试侧卧, 用食指轻按耳孔, 闭目调息, 呼气时想向气流沉入脚底, 练习几分钟, 能够帮助身体逐步恢复精气, 减少欲望冲动。 第四部分, 节欲对修行人的重要性, 守住精气, 才能修成大道。 在道家修行体系中, 节欲不仅仅是为了养生宝剑, 更是修行人迈向修真大道的重要基础。 《皇帝内经》中多次提到精气的重要性, 而对修行者来说, 精气的保留和转化, 直接决定着修炼的成效。 道家认为, 只有通过节制欲望, 保留体内的精气, 才能真正实现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环蓄的修行目标, 最终达到与道合真的境界。 一精是修行的基础, 耗损则到难成。 在修行中, 精气是修炼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道家经典修真图, 将修行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环蓄。 其中精是修炼的起点, 只有精气充盈, 才能进一步转化为气, 并最终提升到精神层次。 《皇帝内经》提到, 精者生之本也, 气者精之所化, 神者气之所生。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顾经, 而顾经的基础便是节制欲望。 如果精气外泄过多, 修行中的气和神就无法得到保障, 修炼也就难以为继。 道家经典明确指出, 经满则气足, 气足则神亡。 这表明, 经的充盈是气和神的前提条件, 而欲望过度则会让精气流失, 最终导致修行人的元气损伤, 无法达到更高的修行境界。 二, 节欲为炼精化气的关键。 道家修行讲求炼精化气, 即通过修炼将体内的精气 转化为更高层次的能量, 气。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修行方法的引导, 更重要的是通过节欲来保留足够的精气。 在修行中, 手经是最为基础的要求, 无论是道家的打坐、 调息, 还是养生的吐纳, 都离不开对精气的保护和培育。 节欲不仅帮助修行人减少精气外泄, 还能让体内的精气逐步积累, 最终达到精满滋意, 化为气的效果。 通过炼精化气, 修行人能在体内产生一种强大的内在能量, 这种能量不仅能提升身体素质, 还能让修行人进入更深的冥想状态, 增强内在的感知力和控制力。 修行人深知, 精气流失越少, 修炼的成果就越好, 正如《皇帝内经》所言, 真气从之, 病安从来, 一直当人内受精气, 体内的真气就能充足运行, 内外调和, 百病不生。 而修行的关键, 就是通过内受, 达到更高的精神层次。 三节欲帮助修行人, 控制心神, 净化心灵。 除了对身体的影响, 节欲在修行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是控制心神, 使修行人能够专注于修炼本身。 欲望不仅消耗精气, 还扰乱人的心神, 让人沉迷于外界的诱惑, 无法专注于内在的修行。 皇帝内经提到, 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这句话强调了精神的内守, 和内心的清静, 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而对于修行人来说, 内心的平静, 更是修行成败的关键。 道家修行, 非常重视对心神的控制, 认为心静则神明。 当修行人能够节制欲望, 一直内心地浮动时, 才能让精神凝聚, 集中精力进行修炼。 欲望过度会让心神外散, 破坏修行的专注力, 分散修行人的精神。 皇帝内经告诫我们, 欲望太盛则精气好散, 心神无主, 修行之道便难以进行。 所以, 修行人通过节欲, 不仅是保养精气, 实际上也是在修炼定力。 当欲望不再干扰心神时, 修行人能够进入更深的冥想和修炼状态, 精神更加清明, 一直更加坚定。 自节欲能让修行人获得长久的精气, 提升修行层次。 道家追求的是长久的修行成就, 而节欲则是维持精气充足, 延续修行成果的关键。 在修行的道路上, 如果欲望放纵, 精气消耗过多, 修行人不仅会面临精气身的衰弱, 还会导致寿命的缩短, 修炼也将受到影响, 甚至无法突破更高的层次。 《皇帝内经》指出, 区域无求, 内心清静, 精神内守, 正是修行人的追求。 只有通过节欲养神, 修行人才能保持充沛的精气, 延长修行的时间, 最终实现炼气化神, 炼神还须的目标。 而精气一旦耗尽, 修行中的突破和进阶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因此, 节欲不仅是修行中的一项修炼, 更是维持修行成效的根本保障。 节欲养神, 成就身心合一的修行之道。 通过结合《皇帝内经》和《道家经典》,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节欲养神不仅是维持健康, 严年益寿的关键, 更是修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精气神是生命的根本, 而节欲则是保全这些根本的必经之路。 对于修行人而言, 欲望不仅是身体的消耗, 更是精神的稚固。 只有学会控制欲望, 未受精气, 才能逐步实现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最终达到身心合一, 与道相通的境界。 节欲并不是对生活乐趣的剥夺, 而是为更高层次的修行做准备, 是对生命能量的长远投资。 正如《皇帝内经》所言, 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当我们放下对短暂欲望的执着, 内受精神, 生命的真气自然回归, 身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平衡与安宁。 所以, 无论你是修行者, 还是想追求健康长寿的人, 节欲养神不仅能帮助你 获得更充沛的精气和精神, 更能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更稳。 愿你从今天开始, 通过道家的智慧, 掌握节欲养神的秘诀, 迎接一个更健康, 更长寿, 更亲民的自己。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